我身边很多来台湾念书的香港朋友 其实都不敢吃这个东西 好,那么舍得打吗? 给我吃 啊~~ 好好吃啊 哈喽大家好,我是我滴答 那这一集呢 其实我就想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来台湾大概要七年了吧 那有一些食物呢 本身我在香港呢 其实是没有在吃的 或者是我就算看到它 然后我都 别搞啦,别搞我啊 就先完全不碰 直到要拿到台湾之后呢 这些机遇之下吧 我就吃了一口 然后就 OH MY GOD 傻眼 成为了我现在自己也蛮爱吃的一些食物 所以呢 根本呢就想分享给大家 或者呢有些香港人呢 都有一些共鸣的 那事不及其呢 跟大家慢慢来介绍一下 哪些是原本不吃 可是拿到台湾之后就会吃的食物呢 Let's go 啦 我真的很认真 原本呢其实不是很吃内藏这件事的 那可是呢在台湾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 麻辣锅 那那时候我就跟大家一起吃火锅啦 他们就说 试一下啊,好好吃啊 哇,不要搞啦,会问到嘛 可是在我那些台湾朋友的推崇之下 我说 嘖 好了,我就吃一口了 然后我就吃 啊 啊 好好吃啊 这个呢完全没了香味的哦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有麻辣的味道很够味 整个我想象中的腥味是完全没有 然后呢,咬一口呢 如果是好的鸭血 我更加好的鸭血啊 哈 然后呢 一咬是 那些汁会掉出来的 我跟你说 所以我每次去吃那个麻辣锅呢 我真的一定会 再加一下鸭血就好了 谢谢 来来来,试一下先 Oh my god 因为说实际,我以前在香港呢 其实都没那么容易可以接触到鸭血这种东西 但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你很容易就可以找到鸭血这种东西 所以呢,你一步一步就会爱上这种东西 重点是它真的好吃的 是不腥的 煮得好吃的那些 所以呢,我很推荐大家 如果来台湾呢 吃这个火锅的时候呢 就可以加鸭血 好辣啊 怎么那么辣 不是小辣吗 我在,诶,是上两部片吗 就有讲过呢 其实猪血糕这个东西呢 我身边很多来台湾念书的香港朋友呢 其实都不敢吃这个东西 包括到现在为止都不敢吃 因为这个名字真的是吓死我了 我在上两部片呢 有点人说是猪虹啊 但它不是猪虹的一个 它整个呢 吃下去的口感呢 好像糯米那样 呃,这个猪血糕下去烫 烫完之后呢 他们又在那里怂怂我 我的台湾朋友 喂,试一下啦 然后我就被怂怂来怂怂去 这样我就吃了一口 哦,我的天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这东西加了马辣 都是非常好吃的 我那时候吃的马辣猪血糕 是超好吃的 你知道吗 又是那些马辣味呢 都入了它哦 然后咬下去呢 又不腥的哦 又好像糯米那样呢 硬硬硬硬硬 那时候呢 其实我有吃过像这一款的 花生啊 加香菜啊 比较传统的猪血糕 但是其实我自己就 我会更加喜欢麻辣的 因为麻辣会把那个猪血的 味道更改过一点 像传统的话 我觉得还是有一点点 呃 香味 小小啦 小小啦 接着我再过多一排 我才慢慢接受了 呃,传统的口味 试一下 花生味也很香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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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这间都好吃哦 嗯 好好吃哦 完完全全又是 经过好几年之后 颠覆了我对这样食物的一个印象 大家可能会觉得 胡瓜? 香港人也有啊 干嘛啊你 但是呢 因为我以前在香港吃呢 我妈煮的那些胡瓜 都是青色的 然后青的苦瓜是非常非常苦的 是吃一口 哇 你吃了吗? 我不吃了 所以呢 那时候我就看到台湾有白色的苦瓜 但我心想 唉 都是没搞了 应该都会很苦 直到呢 大饿的时候吧 然后那时候我就跟台湾的朋友呢 就去吃那种庆功宴 因为我们电影戏没拍完一部作品啊 然后就整个剧组的人一起去吃庆功宴 就会去到教育 热炒店 那热炒店呢 其实真的好似香港的大牌当 那我很推荐大家如果来台湾玩过呢 可以有一餐去吃热炒店 因为里面呢 有很多很多款的菜可以吃的 然后比如那些三杯鸡啊 我最喜欢三杯鸡 焦炎龙猪啊 就是 呃 龙猪究竟是哪一块来的 总之很好吃的 煎沙豆腐啊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 煎蛋苦瓜 我跟你说啊 那时候他们叫完之后呢 那我就 好吧我吃一口 我吃 超好吃 这个大苦瓜呢 其实不是很苦的 它的苦味呢 可能是青色的那个 十分之一 然后他再加点咸蛋下去炒呢 然后整碟菜变得超香超好吃 然后它是超级松快 那再加上呢 苦瓜呢 又是很健康啦 又可以去这个热气啦 所以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爱吃它 唉 希望之后我可以自己挑战看看 怎么做 再多两碗白饭 谢谢 谢谢 说真的 我人生里面 臭豆腐跟榴莲 我是不吃的 因为我先说一个 我小时候 在香港吃臭豆腐的故事 那时候 因为我姐姐好 喜欢吃臭豆腐和榴莲啊 那有一次在旺角呢 她就 哎 不如买臭豆腐来试一下 那人家在焦炒 夹两条 夹一根 他会闻到那么臭味 我正在告诉台湾的朋友 香港臭豆腐的臭味 比起台湾的可以臭十倍吧 我那时候真的 真的 真的有这个感觉 然后我姐就一直熟悠我说 哎 你还没吃过 你吃了之后 她知道她真的很好吃 那在香港臭豆腐呢 就不像是台湾臭豆腐这样 还有什么泡菜啊 那些什么 我们没有的 我们是就是 一块正方形 很大块 有没有给 然后是炸的 那在香港的话呢 那时候我记得有 几个酱 要你自己去挤 那时候我要吃 噢 屎 还屎啊 真的还屎啊 OMG 然后我就马上整块 我吃过了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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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真的太臭了 所以自此我从小学 吃过一口之后呢 我从来就没有再吃臭豆腐 只要拿到台湾 那我就看到那时候台湾呢 因为是放在旁边的 跟着之后呢 那时候呢 是香港朋友呢 不停叫我去试一下 就说和香港的不同 然后我又闻过 咦 没有我当时那么的臭 真的不要这么埋 真的 都是很臭的 反正这样子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太闻到它的臭 你看看 然后呢 我那时候就连同泡菜一起吃 就 哇 是OK的哦 泡菜完全够了一块臭豆腐了 我自己觉得 我是觉得泡菜味道 跟这个臭豆腐 是非常融合在一起的 所以 又颠覆了我 对这个臭豆腐的印象 真的好彩呢 泡菜够了它 如果不是吧 我真的完全不敢吃臭豆腐 是好吃的 是好吃 好彩你没臭 小小炒 厚夹 厚厚夹 嗨大家好 这是肥波 这里是VS Media 想让更多人看到你吗 欢迎来投稿 投稿链接就在这边 这边这边 我知道大家可能很惊讶 什么仙草 涼粉香港都有啦 Yes Yes Please calm down 冷静一点 各位 在我以前 来台湾之前 其实香港的饮店 我记得好像只有公茶 Hit Girt Girt Oh my god 你们是不是都知道我几岁了 那时呢 吃凉饭呢 通常都是去糖水店 那吃到啦 那通常都是冷的喔 所以呢我对仙草呢 通常只有冷的一个状态 直到我来台湾之后呢 在冬天的时候 有一瓶叫做收仙草出现了 我吓到飞起 因为是超级爆炸好味啊 可是呢 因为现在是夏天 还有收仙草 卖的地方不多 但是我同意呢 都只做成是冷的 所以我刚才呢 是找了很多家都没有 那我最后就买了呢 是冬的凉粉 回来 但我真正正正正 和大家说的是 是烧仙草 它这个真的是 我以前都没有那么爱吃仙草 这个东西 就在香港 嗯 OK啊 真的 但是我来到台湾接触烧仙草 之后 那时候冬天是 每隔一两天 就会买一碗 回宿舍吃 然后我身边的马来西亚 朋友Mokka CCY 但是那炸呢 都很喜欢吃咯 所以呢 我们一到冬天 就会去吃 红豆汤啊 烧仙草啊 豆花啊 这些有什么东西 啊 红豆汤啊 没错 等一下 隔杯 那我都知道 现在香港已经 开了很多很多家 是来自台湾的手油店啊 烧仙草啊 这些都有吃的了 但是 我只是想跟大家 好好地分享一下 它真的是 那时候我吃到热的时候 我是惊呆的 一到甜点 ok by the way 以上就是我今天介绍 我来台湾之前还好 可是来到台湾之后 就爱上的食物啦 那这些呢 全部都是来自我自己个人的一些经历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些食物是有共鸣的 或是你有哪一些 是你自己经验的食物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 我以后要开餐啊各位 普通我的 那这一集呢 就到这边咯 喜欢我的话呢 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 然后呢 记得要追踪我的FB 跟IG 还有咋子呢 拜拜 去吧 去吧